今年第二年 我們把它界定為一個三層慢活的理由年 什麼叫慢活理由 三層就是我剛才說的 以新社為中心裡面 畫出來到三層這個幾個區 接下來慢活是它涵蓋的兩個三慢的意義 就是我們要慢食慢活跟慢游 那慢食就今天你們都會有很多 我們的小農、青農 還有我們在地的這些行政主廚都出現了 我要推動一個怎麼從產地到餐桌的概念 從有機或無毒的部分 把它作為一個產業鏈把它連結在一起 這個就是慢食 我們做出來一定是當令當即的食材 能不能形成我們在春夏秋冬裡面的食材 形成一個特色出來 這是我一直很期待的 什麼叫慢游 我們怎麼在三層的地區 以新社為中心 一路到東四、石崗到大坑 一路上去到古關這樣的一個環境裡面 我們怎麼把它規劃出來 透過我們去年所票選的活動裡面 把它整個游層把它包裝出來 這是慢的游層 另外一個是什麼 慢活 慢活是一個生活的態度 就是我能不能透過這個慢的生活裡面去達到 比方我也一直希望八二七長在 我們很多業界的同業 包括旅遊業業界的都來 我們能不能用這樣的把銀滑族 現在很多的銀滑族都很健康 提前退休的 還是中產階級以上的 他們怎麼去過生活 讓他們有一些銀滑族的生活裡面 可以長 shope long stay 可以長住 可能一個禮拜 我們大家在新社地區裡面 把這個油層把它規劃出來 조改預先 都是一個有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